大家好,我是Wayne 今天故事里面的主人公是韩国财阀家族的大女儿 一贯嚣张跋扈的她在今天的故事里 却因为训施了下属 在众人面前吃了憋 还被送上了法庭判了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 哦对了 我们最新的会议影片 香港平车村灭门案上线了 还没有看过的小伙伴 记得去收看哦 2014年12月5号 大韩航空086航班 原计划是从纽约的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 飞往韩国 但就在准备前往起飞跑道时 却从商务舱里面接连传来了 响亮的喝斥声和撞击声 声音的主人是韩晋集团会长的女儿 大韩航空的副社长赵贤娥 而她如此愤怒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乘务员端上来的坚果 没有装盘 直接给自己上了带装的坚果 那在乘务员解释 这是根据服务手册上的条款来服务后 赵贤娥依旧是不依不倒 大吼着让她把手册给找来 惊慌失措的乘务员找来了乘务长朴昌正 也拿来了服务手册 但是已经失去了理智的赵贤娥 不仅强迫两个人跪下来 在她面前进行道歉 还用文件夹的棱角 不停地砸向乘务长的手背 把乘务员更是推开了三米远 逼到了登机口的墙前 卷起了手册 直接砸向了她的胸口 害怕到发抖的乘务员 甚至不敢反抗 当场崩溃了 但是依然没有解气的赵贤娥 命令乘务长立刻联系机长 让已经在滑向跑道的飞机停下来 要把女乘务员赶下飞机后才可以起飞 并且高声呼喊着 在她下去之前 我绝对不会允许这架飞机起飞 乘务长朴昌正 只好向机长报告 由于机内服务问题 飞机得重新回去 而不知道前后适应的机长 则认为是单纯的机内问题 向总控中心申请后返回了登机口 而乘务长朴昌正 为了收拾残局 翻出来了手册上的规定 给赵显鹅看 上面明确写着 拿着袋子去给客人展示 询问是否就餐后 说需要就拨开装盘 这是大韩航空在2007年后 一直存在的规定 因为坚果类食品 对于过敏患者的反应是比较激烈的 症状也比较严重 因此在不清楚客人们是否过敏的情况下 随意的拆开包装和暴露在空气中 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事故 同时 首次还规定 到达巡航高度之前 不能够使用碟子 杯子等器具 因此乘务员的做法 其实没有任何的问题 是这个大韩航空的副社长赵显鹅 对机内规则并不熟知 才会闹了这么一出 白纸黑字写了清清楚楚 眼见自己没了道理的赵显鹅恼羞成怒 立刻把责任推卸给了乘务长 指责是因为他没有早点出来和自己解释 让他承担这一切事态的责任 并且卸了他的任 立刻滚下这架飞机 就这样 乘务长将业务交接后就下了飞机 由于该事件 航班比预定时间晚了46分钟才起飞 飞机推迟了16分钟才到达仁川机上 机上的百来位乘客都受到了影响 12月8号 坚果门事件通过媒体的报道 迅速在韩国国内外发酵 赵显鹅蛮横的行为让众人目瞪口呆 特别是上到跑道的飞机重新返回登机口 是否违反了航空法 在国际上也是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连日本美国英国的主要媒体上也都登载了大版面的新闻 在批评的舆论逐渐无法控制后 大韩航空发表了道歉文 但是此举动却是火上浇油 因为道歉文不仅像是被逼无奈才在深夜发出 细看内容更是只强调了会加强乘务人员的教育 为赵显鹅开脱 令大众是更加的愤怒不已 表示要抵制韩晋集团的所有公司 眼看到歉文不管用 韩晋集团的会长赵亮岗不得不降低姿态 出面道歉 并且表示将严厉处罚女儿的行为 会罢免赵显鹅的所有职务 但是大家发现所谓的罢免只是辞去职务 而赵显鹅的副社长和理事的职称依然没有变化 其实就是在做表面功夫 来欺骗大众罢了 而且大韩航空对外和对内的态度 也是天差地别 对外为了安抚舆论 高层管理人员在媒体面前低姿态道歉 但是对内却是开始检查乘务员的 聊天软件和手机短信 再抓泄露信息的内鬼和威胁员工们分口 这样的两副面孔一经曝光 使得舆论是更加恶化 韩国的市民团体 以妨碍业务和违反航空法等嫌疑 向检查机关举报了赵显娥 被赶下飞机的嫖娼郑成务长 也鼓起勇气站在了镜头面前 曝光了最初案件爆发时 公司强迫自己做出虚假的陈述 当时的乘务员也曝光了 大韩航空曾经给出条件 用航空大学的教职 来换他的虚假证词 让大韩航空试图拉拢被害者 和政府调查机关的计划 最终是落空了 赵显娥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他向大韩航空提交了真正的辞呈 放下了副社长的身份 但他仍然保留着 三家分公司的代表职位 但受此事件的影响 本来已经决定批给大韩航空 在警服工旁建七星级酒店的计划案 最终也因为舆论原因 被青瓦台和执政党给驳回了 2014年12月30号 赵显娥因为涉嫌 违反航空法安全法当中的 飞机航线变更罪 飞机运行妨碍暴行罪 强迫罪 妨碍公务执行罪等罪名被拘留 2015年2月12日的一审宣判当中 这些罪责当中 只有妨碍公务罪被认定为是无罪 其余嫌疑都被认定为有罪 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年 但是在同年5月22号的二审中 检方和赵显娥律师方就返航的意义 再次展开了攻防站 检方要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但是在最终的判决当中 法院判定飞机的回港场所是停机坪 不适用于变更航线罪 赵显娥最终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十个月 缓期两年执行当场释放 2018年3月份 赵显娥就任韩晋集团旗下卡尔酒店的社长 出了监狱后的一段时间里 他投身于慈善活动 但也被外界评价为是做面子功夫 果不其然 坚果门事件还没有过去三年 他就迅速地恢复了职位 但是还没有平静多久 赵显娥又爆发了争议 这次举报的人不是员工 而是他最亲近的人 丈夫朴中周 赵显娥的丈夫朴中周 是一名准型外科医生 两个人是小学同学 2010年恋爱后结婚 膝下有一对双胞胎 结婚第8年的2018年 朴中周向法院提交了离婚诉讼 以及抚养权诉讼 原因是在婚姻生活当中 赵显娥对自己持续进行 肉体和精神上的家暴行为 朴中周称 结婚之后自己一直遭受 赵显娥的暴力虐待和精神侮辱 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 赵显娥生气的话 自己就会被赶出家门 甚至有一次穿着内衣 就被赶出了家 一整个晚上都不让回家 虽然自己想要好好相处 改善夫妻关系 但是赵显娥完全没有 要改正的迹象 在坚果门事件之后 反而是变本加厉了 自己曾经被妻子 用平板电脑砸在身上 满是伤痕 而言语上的侮辱 更是家常便饭 她不仅折磨自己 还虐待了孩子 而自己是为了保护孩子们 才最终选择了离婚 但是赵显娥方 也立刻提起了反驳 称婚姻破裂的最大原因 根本是丈夫的 嗜酒和精神问题 从结婚前开始 朴中洲就患有恐慌症 结婚后 她的酒精中毒症状 也是非常严重 先后三次住院治疗 那为了阻止她喝酒 赵显娥甚至是派司机 到丈夫工作的 医院附近的超市和便利店 拜托店员们 不要卖酒给朴中洲 但这样也没能够阻止 丈夫喝酒 她会把烧酒 藏在家门口走廊的 消防栓里 在家门口甚至喝到晕倒 呼叫119急救队的情况 也是数不胜数 施暴并不是事实 也根本没有 虐待子女的情况 都是因为丈夫的 酒精中毒症状 而记错了 就在两个人 死得不可开交时 丈夫朴中洲 公开了偷露的视频和音频 女偷试卖 我吊 Balk 制坛 sorting 她来到 《 nighttime早以前吃小鸵 《 突然听走的时候 但別人贲得不善你 你永久無談 別人談 你要看 你為什麼? 哄一力 身邊 Jennie 人到你 全力 你怎會 不妙 你這隻 你Bre implac해 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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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当中赵显娥动不动就歇斯底里的状态 和对待丈夫孩子态度 让人不禁联想到了坚果门事件 而孩子在父母的争吵声当中捂住耳朵痛苦的样子 也让人不禁怜悯 在这样家庭当中成长的孩子 究竟能够有正常的精神状态吗 朴中周于2018年2月19日 以伤害罪和虐待儿童特殊伤害罪 向警方起诉了赵显娥 但是检察机关最后只判定赵显娥适用于伤害罪 罚款300万韩元 虐待儿童的嫌疑被判定为无罪 2022年11月 两个人的离婚诉讼案时隔4年终于结束了 侵权和抚养权都被判给了赵显娥 除了坚果门事件和家暴事件 赵显娥一家还有着数不清的争论 2018年 赵显娥的妹妹赵显敏 在会议上因为不满方案 而向员工泼水的事件被曝光 也让赵显娥再次受到了关注 听说事件首次被媒体报道之后 大韩航空召开了内部对策会议 决定立即让赵显敏下台 并且向国民公开道歉 但是经历过类似争议的赵显娥却说道 坚果门事件的时候我也辞职过 但那有什么用呢 不要道歉 通过律师来应对吧 除了人性和道德上的争议 赵显娥一家前前后后 还多次违法被法院传唤 包括赵显娥和母亲李明熙 妹妹赵显敏一起涉嫌走私和逃税 通过大韩航空飞机和职员 偷偷引进海外进口高价名牌家具 并且偷税 住宅办公室和合作公司的扣押搜查当中 出现的走私品足足有2.5吨 其中大部分都是赵显娥的物品 2019年 母女两人还涉及非法雇佣外国仆人而站上了法庭 但是赵显娥没能够嚣张太久 2019年4月8号 前韩晋集团会长赵亮搞死亡 他的三名子女根据法律继承比率 分别继承了韩晋集团的股份 父亲生前让他和弟弟赵元泰融洽相处 一起守住家业 但是赵显娥却表示自己要拿回作为长女应该享有的权利 但是和弟弟的商战结果是赵显娥大惨败 此后没有定期收入的他 为了筹集到超过100亿韩元的继承税 开始处理韩晋的股票 就此销声匿急 但就是在今年的7月份 坊间又突然传来了赵显娥的消息 据报道称 他已经改名为了赵成岩 有人猜测他突然改名 是为了抹去坚果门事件的痕迹 重返经营一线 因为坚果门事件的余波实在是太过于强烈 让赵显娥在全国上下成为了战士欺人的代名思 至今赵显娥在法院门口 怒瞪的照片 依然是韩国社会的一个梗 有无数的综艺和电视剧 都模仿了这经典的一幕 但让人感到悲哀的是 坚果门事件的被害人朴昌正 早早地就离开了自己现身多年的职场 因为压力过大而长出了恶性肿瘤 在2018年接受了手术 在韩剧韩影里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飞扬跋扈的财阀 最终被告发宣扬正义的痛快剧情 但是在现实当中 处处依然存在着 用钱和权力 肆意将人划为369等资本家 践踏员工人格的势力 一个赵显娥倒下了 背后还有无数个不为人知的赵显娥 今天的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